一个男人坐在床边 看着地板 身旁放着一本似乎是关于柏拉图的书 背对着他是一个躺在床上的女人 一缕阳光慢慢地爬过他们 这是爱德华·厚普1959年的一幅 关于分离和孤独的悲情画 《哲学之旅》 另一幅画 城市的夏天中的场景似乎刚好反过来 一个女人坐在床边 躺在他身后的是一个裸体的男人 床外的天空是蓝色的 一缕阳光照在床前的地板上 画中的两个人似乎没有太多的话要对对方说 美国人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发现爱德华·厚普的艺术 当时时代杂志专门为他写了一篇封面故事 文章称他为美国现实主义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描绘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 他的每一幅画似乎都是关于美国这部宏大电影的一个章节 讲述着美国梦的故事 也表现出美国在外表与现实之前的困境 当时美国社会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 许多电影和小说都使用佛罗伊德或者荣格的主题 霍普对现代城市的孤独的关注 也与这一文化潮流高度相关 很多霍普画作中的主角都是在一天中不同时刻的个人 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坐在床上或者看着窗外 透露出一种孤独和无聊 有时这些人物也会被描绘成在做不同休闲活动的夫妇 他们阅读吸烟或者弹钢琴 尽管都是在同一屋檐下似乎也是彼此分离 互不相干的样子 自然而然窗户也成为了这些话的一个主题 窗户里的玻璃似乎都不见了 从来没有任何反射 外面和里面都是同样的荒凉和不真实的生活空间 散发出类似的陌生感 空房间里的阳光和海边的房间 是两幅窗户本身之外没有其他主题的画作 第一幅作品中 尽管阳光充满了整个空荡荡的房间 却潜尝着一种厄运 甚至是恐怖的感觉 窗外无定型的森林 好像能把人从房间中吸出去 一个自杀的森林 充满了最深的黑暗 即便是太阳也无法照亮 关于第二幅画 最初想给它的标题为 跳楼的地方 我们仍然可以从画面上解读出这一点 像是刚刚有人从敞开的窗户 跳进了无边无际的大海 在两幅画里 虽然空房间被撒满了午后的阳光 但这美丽的光线 也不能让我们忘记窗外世界的敌意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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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